不知道大家对朋友的定义是什么 如果你还不理解 那么请看下面文章 看看对自己有没有帮助 杨诚是个比较幽默风趣 比较重情义的人 下面我们来看看他所经历的故事 初秋一个晚上 杨诚有个朋友来找他 叫王源 说有重要的事情要说 杨诚此时还没下班 但是听他的语气应该是比较急的事情 他就跟老板请了假就去了 杨诚在公园等他 没多时王源来了 就问他什么事这么着急 王源就说 他把一个女孩子肚子搞大了 要打掉身上没钱 杨诚想了想 把身上仅有的四百块钱全给了他 后来自己惨淡的过了一个月 这件事过后 杨诚打电话给王源 但是电话也打不通了 联系也没了 不过杨诚脾气特别好 后来通过朋友找到了他 也没问他还钱 却说了这些话 当你找朋友借钱的时候 低声下气的 帮你度过这个事的时候 你回头还能想到帮你的人吗 做人要得心 滴水之恩到涌泉相报 别人帮你这是勤奋 别认为这是理所应当 做人要抱着一颗感恩的心 不然你将连朋友都没有 冬季傍晚 杨诚去找一个朋友玩 叫张全 张全离下班还有两个小时 杨诚就想 我等一会儿吧 然后晚上一起吃个饭 玩一回 杨诚的手机没电了 后来觉得无聊 借张全的手机拿来看一下 过了一回 他看张全需要帮忙 就过去帮他干活 后来干完活了 两个人说走吧 去吃点饭 走着走着 张全想起来手机没拿 这时杨诚才想到 手机被他放在一个车的后备箱上了 两人又回去找 后来没找到 张全就说 我这手机我才用半年 你给我五千块钱吧 杨诚本就打算给他买一个新的 后来一听他说这话 心寒了 我们认识这么久 还不值一个手机吗 后来杨诚说 你等着 明天我给你钱 你重新买一个吧 第二天杨诚把钱拿给他 说你手机是我弄丢的 我心里知道 我也挺内疚的 但是我没想到 你直接脏口就问我要钱 我本就想第二天还你个新的 没想到 认识这么多年 还不值这个手机钱 第一个故事告诉我们 人当一有感恩的心 做个诚信的人 可能你没有突出的地方 但是你诚实手信 那就是你最大的财富 第二个事就是说 朋友之间别谈利益 利益最伤感情 有个电影说 别和最好的朋友开公司 其实道理一样的 朋友之间参合利益 那就不是纯粹的友谊了 不知道对你们有没有帮助 望你们的友谊 第九天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